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结其各自特点与适用范围 以便临床时根据具体病情合理选用辩证方法 本知识点的具体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常用辩证方法的特点 2.常用辩证方法之间的关系 3.辩证方法的选用 通过本知识点的学习 进一步熟悉常用辩证方法的特点与关系 初步具备能够综合运用这些方法进行辩证的能力 首先来归纳总结一下常用辩证方法的特点与适用范围 首先来看一下八纲辩证 八纲辩证是辩证的总纲及各种辩证方法的基础 根据八纲辩证可初步归纳出疾病的病位是在表还是在理 病性的寒与热以及虚与时 最后可用阴阳高度概括 但是仅仅用八纲辩证进行分析概括 还不能够满足临床失质的需求 例如根据八纲诊断为理石热症 无法指导具体治疗方法的实施 需要结合其他辩证方法 进一步明确理石热所在的具体脏腑 或者所处的具体阶段 第二种方法是病因辩证 病因辩证主要是指以中医病因学理论为指导 根据病人的病史及临床表现 分析导致外感病或内伤病的原因 比如说外感六吟 还是情之刺激 或者因为过度劳累 还是饮食不节等等 病因辩证适用于外感病和内伤病 具体原始病因的变息 第三个方面是阴阳虚损辩证 主要是指根据中医有关阴液和阳气的功能特点 对四诊所收集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归纳 判断机体是否存在阴液和阳气虚损病例本质的一种辩证方法 第四种方法是气血筋液辩证 是指运用气血筋液的理论 对四诊所收集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归纳 从而判断疾病的本质是气病 血病 经验的病 或者相互兼病的疾病 这样的一种辩证方法 第五种是脏腑辩证 脏腑辩证是指 将通过四诊收集到的症状体征等病情资料 结合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病变特点 进行综合分析 从而判断发生病变的脏腑部位 发病的原因 病变的性质 以及症邪肾衰的情况 从而为临床治疗提供有力的证据 脏腑辩证是整个辩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临床辩证最常用的基本方法 第六种是六经辩证 六经辩证是东汉医家张仲景 在《伤寒杂病论》中所创立的一种 用于外感病的辩证方法 它是以阴阳为刚 根据外感病演变过程中的表现 分为太阳病 少阳病 阳明病 太阴病 少阴病 绝阴病 六类 说明其病变的部位 邪症的胜衰 病逝的进退等情况 作为论治的依据 第七种方法是胃禽营血辩证 该方法是清代夜天室 在《黄帝内经》《伤寒论》等 有关热病论述的基础上 结合个人的临床经验 而创立的用于外感温热病的一种辩证方法 将外感温热病发展过程中 所反映的不同的病例阶段 划分为胃分症 气分症 淫分症 血分症四个阶段 或者四大类 用于阐明温热病变过程中 病味的浅身病情的轻重 和它的传变规律 从而指导临床治疗 第八种方法 三胶辩证 该方法是清代无聚通 在温病调变当中依据内经中 关于三胶所属部位的概念 把外感温热病的各种症候 归纳为上 中 下三胶病症 用于阐明三胶所属脏腑 在温热病过程中的病理变化 症候表现及传变规律 并指导治疗的这么一种辩证方法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上述这些常用辩证方法之间的关系 八缸辩证是从整体上 反映症候的部位 性质和类别 脏腑辩证 六经辩证 胃气营血辩证 三胶辩证 是八缸辩证的具体生化 脏腑辩证的重点 是从空间位置上辨别病变所在的脏腑具体病位 主要适用于内伤杂病的辩证 六经胃情血三胶辩证 则主要是从层次上区分 病情所处的不同病例阶段 主要适用于外感病的辩证 其中六经辩证主要适用于伤寒病的辩证 胃情血辩证和三胶辩证则主要适用于温热病的辩证 阴阳虚损辩证和气血筋液辩证主要分析阴液和阳气是否存在虚损症候 以及气血筋液失常所导致疾病的症候特点 是脏腑辩证的基础 也是对脏腑辩证的补充 病因辩证是分析导致疾病的原始原因 适用于外感病和内伤病具体原始病因的分析 最后我们来看看辩证方法的选应 临床辩证时一般首选哪一个辩证方法呢 我们一般先用八纲辩证 分析病位的表里病性的寒热虚实 并判别所患疾病属于外感病还是内伤病 如果是内伤病 以脏腑辩证为主 结合病因辩证 阴阳虚损辩证 气血经验辩证等方法进行进一步的辩识 如果是一个外感病 则因区别是感受了寒邪还是热邪 如果是感受了寒邪 我们主要用什么方法来辩证呢 我们前面已经学过 一般选用六经辩证 那如果是感受了热邪呢 我们一般选用胃情血辩证或者三角辩证 必要时也可以把这些辩证方法 与病因辩证相结合 总之 上述各种辩证方法 从不同角度总结归纳疾病特点 及演变规律 极有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 在临床上常兼续并用 临床辩证的时候 可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运用具体的不同方法 不愿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